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用Permico来下载文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我们留下的课后练习 就是说如何将本地的文件夹传到远程的机器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限制 它这个Permico它这个sftp我们上一节建立的sftpclient 这个put函数它是不支持这个文件夹的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PermicoState这个文件夹 我们想要把这个文件夹给传出去 我们该用什么办法呢 难道是一个一个的把这个文件夹你的内容传过去吗 就是说每个文件传过去不是 显然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压缩 然后用这个tr这个指令把它压缩 cvfPermicoState 然后把它压缩成什么呢 我们简单可以把它压缩成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t2 有这个1.tr.gz 然后看它的这个 我们看它的路径拷贝过来 1.tar.gz 1.tar.gz 然后远程的话 我们把它放在它的远程的文件下 目录下 也叫做tar.gz 然后我们传入它的这个回调函数 我们执行 对 我们看到它这个 传输的这么多内容算是传输成功了 那这 这就要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传了一个很大的文件 或者很小的文件 我们怎么知道 传输到对方 它是接收到的文件 是跟我们本地的文件是一致的呢 然后我们这个就需要比较它的MT5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SSHClient 然后执行这个 这个MD5 SUM这个指令 就是执行看远端的它这个文件 我们执行 好 我们看到它这个MD5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本地的这个MD5 然后我们比较一下 对 这两个MD5是一模一样的 32A8 所以说我们就是知道传输成功了 而且对方接收的文件是可信的 然后我们就来学习 然后我们就来学习这节的内容课程 我们这节的课程目标主要是用Permaco 来下载文件的一个基本原理 编程实现文件下载 然后进一步的封装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可以了解一下SFTP的其他的接口 以及编码 它的Permaco文件下载 它的原理呢 因为通过上一集的介绍 它也是通过这个SFTP 这个Client来进行下载的 然后只不过是上一集的是一个是那个上传 这个是来下载 其实就是说这个SSH的Client 跟Server的这么一个交互 这么一个通信 它的API比较简单 然后上一集是一个Put 然后下载呢 也就是获取 它就是一个Get的一个API 我们知道这个API之后 那我们来实际的运用一下这个API 我们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应用的场景 比如说是我们都知道手游的客户端 因为一个客户端 它如果放在这个比如说APStore上 然后每次打开那个我们的手机的游戏的客户端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遇到它下载文件 就是说有文件的更新 那么如何设计一个文件更新的服务呢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设计一个文件更新的这么一个程序 比如说我们的远程服务器 也就是说我们对端的这个SSH Server上 它有一些文件 然后我们本地需要下载 我们每次怎么知道有文件可下载 或者说是文件 它有更新呢 已有的文件它有更新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SERVO端 它的文件的格式进行设计 比如说它有个文件夹叫clientres 这个文件夹 它内部有一个res-ds.7x7 比如它格式是 比如它格式有基本的这个序列号 因为我们用序列号来判断 这个文件是否有更新 比如说它有具体的file name的这个序列号 然后我们就可以判断每个文件 它是否被更新 我们客户端的设计是这样 我们首先下载它这个文件夹下的 这个res-ds这个文件 然后解析 这部是非常重要的 解析这个res-ds内的数据 然后比较 它首先比较总共的这个 这个文件的这个序列号 如果序列号发生变化的话 肯定就你就需要有一些更新 如果总的这个序列号没有变化 然后就说明它所有的文件都没有更新 我们就不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了 如果有更新的时候 我们就要比较所有的文件的对应 文件名和对应的序列号 发现有新文件或者是 已有文件的序列号不一致的情况下 就需要进行下载 我们下载 我们知道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需要用到的这个get这个api 现在我们就来 来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设计 我们比如说server端的话 server端的设计 我们可以是这样 就是刚才所说的设计它的文件的格式 比如说它这个文件 我们新建一个txt 比如说叫res.txt 然后它的比如说基础的这个section 它的比如说它序列号的e 然后它有一些下属一些文件 当然这些名字 这些名字都是可以随意的设置的 然后我们就现在我们就随意的设置 比如说fills这个部分的话 它有一些文件 也是有每个文件都是有对应的序列号的 比如说就这样 然后我们每次就把这个文件 res.txt给下来下来 然后读取它这个basesecure 这里边的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的序列号给读出来 并进行比较 然后如果发生变化的时候 就把这个fills的这些section的 这些item就是它的这个section 因为比如说它每个这个格式 它叫一个section 那section下面这些行就叫一个一个的item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item便利 然后进行比较 是不是有这个文件 或者是已有这个文件 但是它的序列号不一致 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下载更新 好 我们现在就来编码实现 client它其实就是一个get 其实用sftpclient这个对象 你看它的get的话 它的这个参数就是远程的地址 比如说我们远程 远程的这个目录是什么呢 我要先查询 最好先查询确认一下 叫res4点 我们就是看它的目录 在home 查询好了 home res.tx7 然后我们把它下载到本地 add the code 我们就下载到当前目录 当前目录我们看一下 方便我们在pycham的客户端进行可视化 res4点 txt 然后看它的这个 然后加一个 我们把这个callback换成getcallback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成功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res文件夹下 它的内容 文件的内容 然后这有个total 然后它的这个circle 其实是应该circle 这个序列号是这个1 然后它fills有两个文件 一个就是t.tx7 然后它的序列号是1 t2.tx7它的序列号是2 那么我们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之后 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解析 解析 解析的时候 我们同样用到了这个config pizer 这个解析的module 好 然后我们首先建立一个config pizer这个对象 把它读取出来 read res.txt 解析 然后我们就拿到了这个total的这个序列号 很废一个get section 我们看一下section是什么 section是这个total 然后 当然这些都是随意设计的 之后 然后这个是这个req 就是它的序列号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先把这句给注释掉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序列号是1 我们拿到它的序列号是1 嗯 其实我们这 这儿还有一个to do 是 开始的orange total 序列号 是 比如说是0 然后 这儿就需要 一个比较 如果啊 total section等于 刚开始的这个序列号 然后我们就没必要 就没必要这个 这个进行下去了 其实也就是说不等于的时候 我们才就是 to do 就是继续 继续的这个解析 我们继续解析的时候 就要解析这个 这个 这个section下的 便利它的所有的item 然后把它给解析出来 你怎么解析呢 然后就是先拿到 这有个技巧 sections 获取这个config 这个它的sections 然后便利 for section in sections 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section 叫fills if section 等于 fills 然后我们再便利这个section的item section section config sections items 然后把这个section传入 一个就是文件名 一个就是文件名 就是这个conf 它的第一个 第一个 然后还有它的序列号 conf的第二个 那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把它给打印出来 它的序列号是1 然后它这个的序列号是2 然后我们其实这儿还有一个工作 就是说 fills.map 它是一个map 就是存这个已有的这个文件 信息的一个映射 就是我们所说的 首先判断这个name if name1 如果它就是说这个文件名在这个fills.map里边的话 然后我们把它给取出来 fills.map fills.map name fills 然后把它取出来就是如果 fills.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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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我们取到的这个sequence的话 就是todo todo download 就是去做download download it 就是去下载 也就是说 要用这个 这个s ftpclient 去 去 这个get 去获取这个文件 加下的这个 这个 内容 data 加上它的文件名 然后 下载到 我们本地的 这个地方 加上 加上这个 name 这还有个data 嗯 如果 就是如果不在这个 我们第一次下载的时候 它肯定是不在里边的 else else 我们就去 也是去下载这个 而且 要把这个 给添加进去 怎么添加呢 就是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fail 这样子 这样子吧 我们就建立一个 个类 class space fill info 它的name 然后sequence 就新建一个这个 这个info 等于 name sequence 然后把这个 maps 就是我们这个fail 把它加入这个fail map里边 以它的这个name为k 等于它info 等于它info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地方是这个 else是这个 对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t跟t2.x1给下的下来了 就说它 在这个 嗯 我们这个 已有存见的这个failsmap里边的话 我们就比较 已有文件的序列号 如果 如果没有 如果 不在我们的failsmap里边 我们就直接去下载 就第一次 直接下载 然后把这个info给保留下来 然后 其实这个啊 这样可以留下一个课后期 就是说 我们如何把这个failsmap 它应该是有这样一个函数 load base fill info 里边的话就会进行一些初始化 这个failsmap和这个orange total circle 会进行一些初始化 得到它 嗯 已有的一些状态 然后 再去下载 进行比较 嗯 大家下去 可以进行一下思考 这个 会加深我们 对本节课程的一个理解 如果我们做到的这些 然后我们今后就设计这样一个文件下载的服务 然后就可以进行 嗯 一个拓展 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 呃 程序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嗯 嗯 嗯